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安川工业机器人入门与进阶培训课程 我是你们的主角老师李涛 本小节我们讲解视觉编程器的状态栏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中的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和我们这个真实的视觉器它是一样的 这个状态栏就是在这个位置 首先第一个小图标的意思 我们简单讲解一下 它是一个可操作轴的一个标志 因为这个控制柜呢可以同时连接好几台机器人 或者连接其他外部轴 这个就是用来表示当前所控制的哪一台机器人 这里是一个1的字样就表示第一台 然后后面是一个 类似一个小机器人的样子 代表第一台机器人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叫做动作坐标 我们看一下这个右边这里动作坐标系 显示当前所使用的坐标 以坐标键进行切换 因为这机器人它上面有各种不同的坐标系 然后我们在按键 然后我们在按键 在吸教器上按下按下坐标按钮 来切换不同的坐标 有关节 直角 援助工具 用户 视角线 一共有六种坐标系 我们在下面会仔细讲解每一个坐标系它的具体概念怎么使用 然后第三个是手动速度 这个意思是代表你手动操纵机器人的时候的一个速度 有高低 高速 中速 低速 微速 是这个 这个 在这里显示 然后第四个安全模式 它这机器人上面有不同的操纵模式 有一把钥匙 它这里是一个小钥匙 一把钥匙 两把钥匙 三把钥匙 第五个动作循环模式 这个是表示机器人在运行的时候 它是自动运行 它是表示机器人在运行的时候 是循环 还是单步 还是一直连续的连续的运行 第六个表示一个执行状态 就是机器人是否在运动 是停下来了 还是在运动 在这里表示 第七个是一个模式 它的意思是表示是手动模式 还是自动模式 现在呢 这里是一个 一个手的标志 所以 第七个就是表示一个手动状态 第八个工具编号 这个是表示这个坐标系 工具坐标系 因为它这个工具坐标系 我们可以建立 建立最多16个这个工具坐标 是用在这个位置来显示用的是 显示当前用的是哪一个工具坐标 然后第九个页面 这个是表示可以翻页的一个标志 在我们按键上有一个翻页按钮 按下之后 它就可以翻翻到下页 第十个多画面模式 因为它是一个视角器可以分割成不同的一个 分割成两个或者四个不同的显示区域 第十个表示一个储存装置电池的消耗 当这个标志出现时表示机器人内部的一个电池 电快用完了 这时候需要我们更换电池 正常情况下是不显示的 第十二个触摸操作无效 这个是表示 视角器它是可以触摸的 也可以修改 改成不能触摸 当出现这个标志表示这个视角器不能触摸 只能用按键来来操作 第十三个数据保存中 这个是当你在写入数据的时候 出现这个标志表示机器正在写数据 我们看一下这个详情 这常用的几个标志的详情 手动操作 手动速度 显示目前的手动速度 以高低速 视角器上的一个按键进行切换 最高速250毫米每秒 它这个标志代表着不同的 这个速度 第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微速微动 微速 它没有这个绿色的小箭头 这个类似于我们手机信号的一个箭头 这个格子绿色的格子越多 表示它的速度越快 低速中速高速 一共有四种 然后执行状态 是表示机器人当前的状态 是否在运动啊 还是停止啊 还是报警啊 是在这个位置显示 第一个是停止 这个标志停止 然后暂停 紧急停止 就是机停 警报 警报是表示机器人当前有故障 然后动作中是表示机器人现在正在运行 然后动作模式 我们常用的这个叫视觉模式 也是手动模式 就是比如说我们手动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或者在操作机器人的时候 手动操作的时候用这个模式 如果你模式不正确的话 是无法移动操纵机器人的 也无法编程的 只有在手动模式的时候 才能对机器人一些操作 如果我们自动的时候 就是这个标志 叫P 就是在线 在线模式 就是自动的意思 最后一个是人机接口 这个是一般用来显示一些异常错误 等一些错误信息 如果发生错误的时候 要先把这个错误消掉 才能继续动作 首先按清除键 将错误信息消除 消除错误的时候 消除错误才能继续操作 这个错误提示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当前没有错误 所以它没有显示 就是在这个位置 好 这就是视觉状态区的一个介绍 本节课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